铁儿 来 过来过来 我给你说件事 三文店刚成交一套 你看跟人家护卿一模一样吧 还顶楼 整整贵了十五万 十五万 这才几天啊 你卡带涨价钱的节骨眼了 再等个月多好了 当初要是听你的就好了 要不然你违约吧 也就赔五万 这转手一卖 最近把多挣个一二十万 这账也不难算 账是不难算 但我平时跟李叔关系不错 这事我干不出来 你还是嫩 那金钱认识收人吗 你跟李叔调个个 你在大会怎么办 他绝对不会收软 就是啊 打电话吧 天啊 这 喂 李叔 喂 李叔 我 我不行 不好意思 我拨错电话了 算了吧 人在做天在看 老天看我诚信为本的份上 应该会让我注彩票的 老天都骂你 蠢 他 你听说天忠是不是知道了 你说天忠是不是知道了 我哪知道 他知不知道 他知不知道 天啊 刚才你给我打电话来了 李叔 没事 刚才播出电话了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我也觉着是 是 喂 李万宾 什么事啊 天老人 我告诉你啊 你中大奖 得请我吃饭啊 这制作千里的必有一失啊 我爸呀 把他理财 那到期那日子给计查了 你们不是最迟 这月十二号才过户吗 他理财二十一号才到期呢 怎么着 赶不上 这就中大奖了 他买不了 我就得赔你定金吧 然后你这房又涨价了 双赢 是不大奖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啊 我就是 我就是觉得我们家老爷子 特不上道 七生 明知道你这边断供了 还得压你家 急迈就是得压价 很正常啊 我说你这人 怎么听不懂好来话呢 你这怎么不分敌我呀 你爹再不上道也是你爹啊 我告诉你呀 田柔 最近那房价长得个厉害 老爷子就是会觉得 你先跟他说不卖了 他再赌你先被约 我这情报可都绝对属实 你要是把我这好心的 当停旅杆费 我也没办法 活该您受求 走了 拜拜 别走 干吗 菜太多了 我吃不完 吃不到大包 那咋没 我说大姐 我花二十多年 我是真没见过您这样的姑娘 你 我怎么 等一下 李叔 定金还给您 这 这是怎么话说的呀这是 房子涨价了 您不买我就已经是赚了 思来想去我不能两头便宜都占着 所以定金就还给您 天儿 这是应该得的 我爸跟我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这钱我是可以拿 但是您给完之后心里肯定不痛快 以后肯定也不会再在我手里买房了 是吧 那我就少了一个客人 您身边有那么多亲戚朋友 买房子的时候肯定会找您咨询 到时候您就给我引荐引荐 挣五万块钱 说不定很快就可以挣回来了 以后就麻烦李叔多照顾照顾小天生意 天儿 你李叔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没佩服过什么人 您算一个 什么话不错 走了 好嘞 李叔您慢走 喂 买着说白纸黑字一个唾沫一个钉 这钱你拿去 我说不不不不不不 五万块钱现金 咔 一推 散买卖不散交情 钱退您交个朋友 交个朋友 都说渴了吧 吃个水果 你这格局可以啊 海阔天空啊 别说了 我一分钱掰成两半滑 一包泡面都要披成两半吃 五万块钱现金啊 我不为所动 我反人类 我没有人性啊 就是啊 我也这么觉得啊 五万块钱我得挣多久啊 是不是 你拿着什么多杂实 喂 吴律师 好 我知道了 好 我现在过去 没有事 我先走了 再往海家玩 你也没人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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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